今年的G20会议 美中两国宣布贸易战休兵90天 让双方好好坐下来谈判 但却爆出大陆手机大厂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在加拿大遭到逮捕 这让美中关系引发关注 从今年的中心到现在的华为 然后美国一直对大陆的新的科技公司 比如说像5G制定的厂商开始施压 贸易战从关税战延伸到科技战专利战 对我们台湾其实也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只有苹果供应链 我们也有华为供应链 华为事件引发美股到穷 7日大跌超过500点 接连迎向牙股澡盘应声倒地 冲击台股澡盘一度大跌超过百点 盘中来到9647.24点 主要全职股红海股价最低来到67.6元 创7年来波段低点 市值跌破新台币9500亿元 市场我们认为这段时间可能会以观望为主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顺差扩大 反而是因为这个厂商急着要赶快在 他可能预期接下来贸易战会升温的情况底下 希望在这个关税再增加之前 赶快尽快的这个出口到美国 在关税的问题上我觉得 不要看似表面上延了90天 其实我觉得关税战应该已经到底了 但是贸易战不是只有关税战 贸易战还包含了汇率战 专利科技战 还有WTO的规则战 专家坦言 接下来恐怕带起一波汇率战 还有科技之间的角力 夹在两强之间的台湾得分散市场风险 严正以待 欢迎新闻 李伟师陈淑曼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